將近兩米高的七層浮圖在普渡法會現場 看起來氣派又隆重 大通區老師里每年都會發揮創意 製作普渡用的摺紙貢品 今年特別用回收瓦韌紙製作七層浮圖 搭配元宵燈籠回收的LED燈 白天夜晚都別具特色 普渡的時候我們都會絞盡心思來做普渡的活動 因為台語說古勒沒讀新勒沒洗 所以我們還是要很傳統來做這些摺紙 當時我們想像說 我們如果摺紙用傳統的摺紙的話 每一樣東西每一樣這些摺紙的作品 可能都要上萬片的作品 如果要場子好看的話 可能20個作品那就要20萬張 但我們在想說那應該要環保一下 所以說我們透過這個所謂的瓦韌紙在回收 就是一般的這些家電的包裝在回收 然後我們用巧思 像今年我們用這個 我們說做了這個七層浮圖 就是說這個七層的這些寶塔 它用這個方式來呈現 因為我們每次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都大概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 就把它完成了 實際上我們完成到今天普渡 我們都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就展示在我們禮拜 那我們晚上其實我們就配合燈光計畫 我們就會把那些以往正品的LED燈 把它拆卸下來 再回收再利用 然後把它擺在禮拜 所以晚上過去裡面實際上都這樣調一眼 實際上是還滿好玩的 法會現場還特別用布曼裝飾 再加上108朵彩色蓮花 華麗又不失莊顏 七層浮圖周圍 還裝飾了摺紙蓮花和金元寶 都是用少量的金紙 卻可以擺出滿滿整桌 李蔣說 普渡是重要的民間信仰習俗 希望在兼顧法會的隆重之下 也能夠響應金紙減量 像我們這個禮拜在辦的這些活動這麼大場 那實際上呢 蓮花至少就是有這個佛教的這個基數 至少就是說1080朵 那譬如說我舉例1080朵它蓮花跟蓮花座這樣加起來 然後呢 我們現在現場看到的 實際上它只有一百零八朵蓮花 扣除底座沒算 所以只有剩5% 也就是說我們實際上的摺紙量是一般這麼樣大場的 這個普渡會場 我們大概減量95%的這些摺紙量 所以對環保是有幫助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做民主習俗 我們敬鬼神的時候 那我們也可以來做到環保 從龍船花鳥柱 靜字亭到七層浮圖 老師李讓普渡除了莊嚴誠意之外 更增添藝術氣息 也讓李明期待每年都可以舉辦出不一樣的普渡法會 記者領席會 台北報導